惠聚網友,綜合情報,中環四海情報局又和大家見面 今集Kelvin又繼續做我的拍檔,非常之多謝你 上次我們去了一個江湖村,看看江湖時代的東西 記不記得有一件東西叫做錦繪,是一支木製的版話彩色 江湖時代的人很喜歡用這件事來做廣告 等於我們的單張或是Poster 其中我提到有一個行業就是化妝品行業 以前都很喜歡用這件事來做廣告 其實化妝品當然不是說今天那些Shadow 其實我所說的化妝品行業就是以前歌舞技 即是白粉,歌舞技表演者的化妝 即是我們所叫的白粉就是那些 即是塗上面那些,不是吸的那些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一些有關日本廣告的東西 建議大家去東京的廣告博物館在直流站附近 但是暫時好像在維修中 我知道它什麼時候重開呢 我會再跟大家講 大家記住這個這麼有意思的經驗 Kelvin,可能有些觀眾在問我們 說你們兩個人講日本,講這裏那裏,講到天花龍鳳 怎麼去的? 對,怎麼去呢? 不過Suko你和我不一樣 今天有兩個角度 因為我喜歡自己去旅行 我的角度是怎樣自己去統籌整個行程 Kelvin 那個呢? Kelvin 你就應該有盤 通常就有盤的 通常就是要兩個人,即是情侶 或者是別的朋友,即是三五知己 一起去一個地方 我通常都是負責計劃 OK,都是你做lead那個 是的 那我想問一下,如果整班人或者兩個人去計劃行程 跟我一個人去,那當然是不同 有沒有些什麼巧妙的地方要注意呢? 嘩,巧妙,其實就是 如果三個或者以上,其實爭執會比較多些 我覺得就一例要啟自己好些 還有也要遷就一下大家的意見 因為每個人想喜歡的景點,或者他喜歡吃的東西都不同 所以也要遷就大家 盡量我都會收集他們的意見,才做一個最後的Choco 但是我想問一下,選擇旅行腳 你會選擇一些,會不會有一個施選的制度呢? 你自己 譬如有些友人一定不會跟他去旅行 會啊,絕對會 一定會 很怕麻煩人 譬如大家喜歡早起床的當然要找一些 六七點隔起床的人 大家都喜歡睡得很難一點,當然要選一些睡到黃昭白眼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性格 不要一些很突然的性格,或者很閹尖的那些 就會比較好些 即是和善一點的,沒什麼所謂 大家都是想開心玩的,就會容易些走的 即是那個 即是那個 多元化一點 即是很多東西都對的 接著就很容易找到一個最大的功因素 是的 就少一點避免一點 即是這個不景點不喜歡又黑面 那些就避免跟這些人去旅行 如果有些景點不喜歡的 其實都可以陪朋友看看 我覺得這個就好 會不會自己找到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一些未去過的地方 甚至陌生的地方 再看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從此愛上了 大家都要嘗試一下 那你上次負責計劃的行程大概是怎樣的 上次去計劃的人是去日本的 也是去日本的 去京都明古屋 醫世神社 上次也說過一次 都是我計劃的 其實本身 大概都是 因為一開始就知道要去哪些地方 即是我要去醫世神工 因為下機一定是明古屋機場 走一定是關西機場 所以行程上其實已經關死了某部份的路程 一定是由明古屋去到關西 明古屋去了醫世神社 然後回到明古屋再去關西 即大家都有一個差不多的方向圖 看看在哪裡停 沒錯 或者停多久 是的 不過我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喜歡選一些有少少少特色的酒店 如果去日本的話 譬如可能它是溫泉旅館 或者那個景色是特別漂亮的 上次我就選了宇治那間酒店 那間是非常漂亮的一間溫泉旅館 所以變成其實我們都會看這些因素去決定 究竟那個停在哪裏 我又分享一次我負責計程 但又不是一個人去旅行的一個經歷 那次我就去泰國曼谷 那幾天而已 那我就整六個人一起去 那六位都很熟的了 性格都差不多 那但是遇上一件 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事 本來就搭早機去曼谷 早機去到發生什麼事呢 不好意思 你班機就delay了 delay 那幾個小時你才覺得是delay呢 正常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叫delay 那次就開心了 delay14個小時 上午的八點鐘機 就turn out是晚上十點鐘才飛 那天我們就商量了 究竟怎樣去reschedule 可以怎樣reschedule 好幸好 因為曼谷就不是很大 所以reschedule都很順利 完成了 然後還有旅行社 其實我不是跟團的 都是幫某一間很專業的公司 然後就訂機票 他就說 我都知道大家失去預算了 十點鐘才在香港飛 飛到曼谷機場 基本上都沒有小車 2012年那時候 什麼都沒有 我們包車給你 另外送多晚酒店給你 就送你們原先預約了那間 送多晚 再幫你改 這是航空公司送的 是那間很專業的 這麼好嗎 對 給你多晚酒店 給 送的 然後幫你改機票 再改 遲一天去 遲一天去 遲一天回香港 因為本身 其實我們 三天的就好像 不是 四天 沒有了 班機延期了十四個小時 其實就沒有了一段 基本上只剩一天幾晚 那怎樣 還想去不去 然後那間公司 就很好 一次過推出了這麼多 一連串的package 給我 非常之優惠 然後 唯一 要給多一點點錢的東西 就是 買多一天旅行保險 那每人幾十元 算了 好幾個呢 三 三 三重彩的了 包車 酒店 改萬機票 嗯 非常之好 非常之專業 但其實 Anyway 我覺得 這三件事 都不是很關那間公司的 嗯 但那間公司 就是說 因為其實 那班機延期 是之前那晚的事 那些旅行社 都收到通知了 是你們這六七位 自由旅行的人士 就收不到資料 因為沒有人通知你的 有些比較有官方的事 但最後 turn out 都舒服 所以從此 都會繼續 經那間公司 我也有幫過那間公司 因為 旅行社的價值 是在於一個統籌 你一有東西動到 它就可以幫你 聯絡不同的party reschedule 但我是很特別的 你自己就買了 因為我那次去 因為買那張機票 我要去夏威夷 所以比較難買的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買 因為要轉機 所以最好它統籌 這樣就會好些 一些去旅行的心得 這些字 我們會說 另外 泰國那次 試過一天去兩個夜市 兩個市集 都挺盡興的 剛剛好 每個人都很有能力 很有活力 一天就衝了兩個夜市 非常之深刻的旅程 但是泰國始終都是 曼谷始終是一個地方比較小 Soko很容易搞車 行程調來調去都可以 要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第一次去 未必是第一次去 關西 Kevin最喜歡是關西 你覺得關西會不會很難去計劃 不會的 非常之容易 因為很user friendly 很user friendly OK 因為其實今節 我想分享一下 我之前 兩年前 怎樣去計劃 一個日本的東北路線 六天 玩了三個園 一個刀 包括山形園 秋田園 青森縣 青森縣 和東京都 六天 好緊湊 好緊湊 基本上是大家 拿回日本地圖出來 本州 中間打橫切開的上半個圖 繞了一個圈 是不是買了六天的JR Pass 當時是沒有六天的 是五天而已 哦 OK 大家都記得 如果凡是搭JR的話 可以買關西PASS 或者東北PASS 東北PASS 通常有幾天 或者五天 三或五天 多數是 看看 能不能遮蓋 你想去的地方 好 首先 第一步 要做些什麼呢 我想套用在所有打工仔身上 甚至如果是你做老闆的 可能都套用在你身上 因為你那個假期 相信絕對是有限的 首先 Step 1 你要想像一下 即是估算一下 你有多少日假 是嗎 即是譬如你公司 可能最多拿兩天假的 那你投答尾 回星期六天 是四天的 或者你估算到自己有七天 九天 十四天 即是假期 你要做一個類似的估算 如果你剛入了那間公司 你就問同事 這裡大概可以一次過拿多少日假 或者問同事 你某日子會不會請假 去做一個推算 那次我估計到自己都可以前後 由六至七天 好了 Step 1 結束了 好 第二個Step 2 就是去看旅遊書 上網看 用最樂觀的角度 就囊括了一些 你覺得有興趣的旅遊點 例如那次我打算去山子 藏黃溫泉 國館 我入例溪樓 東京又要去台場 走街 去東京鐵探 第二次上去 將資料集合出來 然後再看看會不會有些自己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的話 在這個Step 2 其實大家可以飛走 剩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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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的景點裡面 就再分類了 分開首選和次選 Kelvin有沒有試過這樣做呢 沒有 沒有 很少的情況 很少的情況 我通常是上網看別人的行程 照開 不是 會有些變化 還有會有些特別的景點 我想拿的 看看可不可以融合到 那些我都會上網看別人怎樣去 但是呢 因為我是一些比較保險的人 很怕有意外 就像剛才我講的泰國的漫哥故事 突然間沒有了一天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會將行程分開兩類 首選和次選 首先呢 先計算首選 然後首選 譬如有五個點 那我就找這五個點 最近的交通樓樓 好 先想交通 想完交通 我就想想怎樣去串連這五個點 再跟著呢 就去找這五個點裡面 附近的一些酒店或者住宿 未必exactly在那個點旁 或者未必exactly在交通樓樓旁 但是呢 自己要衡量一下 會不會其實都可以 很快exactly到呢 譬如有一次我是去仙台 但是我是住在福島的 但是福島去仙台都是半個小時車的 那其實這個 那是make sense 就是香港每天都搭一個小時車上班 一個小時車下班 那半個小時車是一個很短的路程 對我們這些住在屯門的人來說 是嗎 那我們繼續去計劃 好 那我們馬上現在去一去圖先 麻煩 我們去一去日本 東北那個圖先 大家我們看一看 我那個行程呢 那一次 2014年我就在東京出發 成田基場 對 成田基場 跟著呢 就去山營 山營在這裏 嗯 跟著我再去秋田 秋田在這裏 跟著青森在這裏 然後再錄回東京 再回香港 今次過了海嘯 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2014年 整個版圖 我們分開 一個部分 兩個部分 三個部分 四個部分 首先要這樣分 如果真的要去到頭 東京去到尾都要半天 坐火車 其實不需要的 大家記一記地圖先 好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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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 怎樣計劃呢 對 其實呢 我的景點 其實都選了 跟著呢 酒店都選了 之後 在日本東北玩 最方便 當然是搭新幹線 因為我不會開車 我不會自己開車 所以呢 之後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新幹線的網頁 看看 由一個站 去另外一個站 到底要多久 好 我們又去圖 這個就是日本的 JR 東日本的JR 其實它現在呢 有一個功能 是呀 這個很好用 非常好用 一定要推介 哪裏上車 哪裏下車 接著輸入 一搜尋 其實就會找到 還有 你可以輸入日期的 譬如你想下星期三 中午十二點 究竟 我請在東京站出發 去山營 有最快的車 是甚麼時候 錯過了那一輛 再之後又是甚麼時候 但是我當時 其實我記得沒有這個功能 才是意外 我還在看一些很傳統的那些 圖 table 那些schedule 逐個 還得英文 還得英文 我逐個去search 在哪裏轉車 兩個圖表 拼出來 看看有哪個車站共通的 我就知道在哪個車站 可以由一條線轉去另一條線 不過那個日子應該就過去的 其實現在有手機辦 手機辦 對 那你一路去旅行 我也是有手機辦 一路去旅行 一路按住都可以 但現在呢 你是在說plan你的行程 我們可以用家裡的電腦 另外要提提 我早兩天都試過這個網站 原來不是所有漢字都吃到的 可能你要打英文 但例如我試過覆到 那個漢字他吃不到的 我要打英文 Hukushima 這樣下去 那他就行了 那打完之後 好了 去回我那個行程的day one 我是坐凌晨機去東京的 即是大概是六點鐘 會去到成田機場 然後你入境 然後買了PASS 即是成田機場 直到最底的層就買PASS 可能吃個杯麵 然後再搭了Narita Express 出了東京 那我就 Narita Express 由成田機場去到東京 我預計一個小時 加上等車 去廁所 梳頭 那樣 大概我計到 出到東京站 東京站 即是JR大站 就不是東京市區 大概我遇到 9點9至10點左右 上週的 然後大家就可以搜尋 我隨便入一個 10點鬆一點的時間 看看由東京去山營 大概會有什麼 schedule 給我們選擇 這個就是 它一出就出三班 第一架是9點40 壓分開 12點半就會去到山營 這架其實很理想 但是萬一這架走了之後 原來是10點鐘 還有一班 分開 12點44分就到山營 如果再走 又怎樣 20分鐘之後 有一班 但是到達時間 你見到1點34分 再看它所需時 其實是慢一點的 因為它們很多時候 都會分特急 和不特急 慢行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 這班車是屬於什麼 以及配合你那個站 因為特急很多都會飛站 要留意一下 停的站不同 就不是那架車的性能問題 對 沒錯 所以大家要看 不是全部都兩個多小時 有些可能是三個小時 但Anyway 就配合自己的時間 有一個預算 好 我們再去下一張圖 看看 好了 因為我的行程 去完山營之後 就去秋田 大家回想一下 剛才的圖 山營要是打橫出回來 跟著再上 再北上 跟著再向左 去秋田 整個U-turn 那時候又轉車 轉車也難不到這個網站 例如我選擇山營去秋田 他就會說 你呢 這個叫做鮮山線 鮮山線 鮮山線是一架Logo Train 我記得 去到鮮台 公城 公城其實是那個縣名 公城縣 對 鮮台是屬於公城縣 不是公期 公城 這個 跟著 就再 由鮮台 去秋田 所需時間 非常之精彩 如果你上午 10點 51分 才上車的話 你要3點 鬆一點 才會去到秋田 而且去這裏挺好的 可以計算錢給你 錢一樣 時間一樣 但如果大家是遊客的話 多數都是買個 PASS 我想錢那方面 如果你買PASS 基本上你乘兩至三程 就抵回了 已經是經濟實惠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圖 好了 根據剛才 有站同的站 中間的Transit Time 我大概可以得出 這個 這個 行程表 我現在 首先給我 六日行程裏面的 頭兩天 大家看看 裏面的東西 就跟剛才的資料 問合 大概六點鐘 半 成年機場下機 六十分鐘 去到 東京閘 接著 再預 兩至三個小時 去山營 好了 去到這裏 我計算到 大概 我是 點零兩點 去到山營 那我就想 那天 我塞不塞到一個景點 那天 我就計算到 都勉強塞到 因為 由山營的JR3 去到一個叫做 山子的景點 大概 大概是二十分鐘車 但是那裏是 鄉郊的關係 那裏是 我是遇到一個小時 去等車 因為鄉郊 不同 東京的山手線 大家不要拿 東京的山手線 跟鄉郊的地方比 東京山手線 整個圈 五分鐘一駕 五分鐘還要久了 鄉郊的地方 多數是一個小時 所以我就得出一個結論 第一天 一日 我大概 就是下午 三點鬆一點 就可以去到第一個景點 然後 可以說 兩至三個小時 就完結了我的 第一天行程 那好 想知道我的 行程之用是怎樣 下一節 繼續和大家解說